现在准备买房的都是傻子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你是什么刚需什么要结婚孩子要上学 这些问题是重要 但是除了买房就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吗 你丈母娘是逼着你买房了吗 你给她看 现在今年的房地产成交数据 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已经连续下跌了四个多月 你不要怕房价触底反弹 不可能 如果即便价格要回暖 也会慢慢的有调理的 有调控的 不可能一夜之间你就买不起了 对不对 所以你招啥急呀 等你看到房价开始抬头了 你再开始看房买 这个时候都不晚